第二屆市民代表杯羽球锦标赛 30号1年2天开打 赛事吸引了来自北桃、宜花、东等地区 超过400位选手报名参赛 市长魏佳燕31号上午特别前往参加开幕仪式 也为选手们交代打气 期盼透过不同运动赛事提升花莲市的能见度 球员们聚精会神的挥拍杀球 场边更有此起彼落的欢呼声 第二屆市民代表杯羽球锦标赛 从30号开始一连两天 在花莲高宫体育馆盛大举行 我们这次的赛制有分成国小组、国中组跟高中组 然后还有成年组 那这次参赛的人数大概是400多人左右 那有桃园、台北、宜蘭、台东的选手 都一起共襄胜取我们这次本次市民代表杯的活动 赛事新来自北桃、宜花、东等地 超过400人报名参赛 全场大小球员你来我往 以球会友场面十分热络 很容易我们这次办理的第二次的市民代表杯的羽球锦标赛 那我们第一届是由魏佳贤在担任市长的任内 举办的第一届 那我们这次举办魏佳宴市长担任的时候 我们举办第二届 那邀请了全台湾各县市的羽球好手来来参加我们这次的赛事 那目的是提升我们花莲花莲的羽球的水准 31号上午市长魏佳燕也收邀出席开幕典礼 除了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更与代表们站上球场 为活动正式揭开序幕 真的非常的开心 那其实我们在推广体育的同时 我们也不忘记我们的观光 推行我们的观光 那不只是我们的体育 那我们还有艺文 那还有音乐等等 我们都会持续的让孩子们来做一个扎根的一个项目 那最后也要祝福我们今天所有所有的选手们 那除了有好成绩 那也可以交到好的朋友 未来同时一起来参加我们更多的一些赛事 市长魏佳燕表示 公所会持续办理各项活动 提高市民朋友积极参与程度 期盼透过不同赛事来提升花莲市的能监督 记者徐立芹花莲市报导